接下来这一起医疗纠纷是发生在台中厚礼 有一名六十几岁有糖尿病史的妇人 因为车祸骨折 被送到大甲光田医院急救 没有想到护士帮她施打了一剂抗生素之后 她立刻就出现呼吸窘迫的情况 当天晚上就过世了 家属质疑医院有医疗疏失 但是院方强调已经避开了这名妇人 先前曾经发生过敏的药物 目前只能等待司法来厘清真相 折制纸莲花 正行妇人的三个女儿 除了不舍还有满腔的愤怒 因为这个月22号上午 大女儿陪妈妈上市场买菜 妇人遭车辆壮断左小腿骨折 送到大甲光田医院 没想到手术前打了一剂抗生素 让她的病情急速恶化 是马上的 然后她只讲完小姐我的喉咙 然后就一直哀嚎 然后头左右摇摆 然后手有抓东西 就是想要抓东西 三个月前64岁的正行妇人 才因为拔牙吃止痛药 造成休克紧急送到大甲光田医院 这次意外送医 家属还特别提醒医生 妈妈有药物过敏及糖尿病史 却还是发生不幸 质疑是医疗出师 我有跟医生说妈妈有严重的药物过敏 昨天拿到医院翻译给我们的 就觉得不是很 有很大的出路 对家属的质疑 大甲光田医院不愿公开说明 只发出声明强调 当天急诊室的灵性医师 已经针对妇人会产生过敏反应的 潘尼西令 以及非类优醇类的消炎止痛药 避免施打这些药 结果还是因为疑似药物过敏 引发心脏停止 院房表示遗憾 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静待调查结果 就讲王兄用来视节台中报道